聽這個PTPA的東西 我的生理四百歲 我本來要遵守PTPA沒有? 對啊 這個PTPA無關你生理大還是歲 還是說你是一個慈善的祖籍 日本就要遵守 因為這個PTPA 如果是說出返這個PTPA 它的法款是很嚴重 哇!多多了? 一百萬 或是你的上年的營業業的10% 我也沒稀 就是啊 很多人說 哎呀 法款這樣大 這個是大公司嗎? 跟我稀公司有什麼關係? 其實它們糾了 這個PTPA 在它的網站裡面 已經有很多歷史 證明這才人祝福環這個環率 法款有一兩萬塊到幾十萬 所以啊 你說嚴重還是不嚴重? 你都要注意啦 所以呢 來上課 我們有一個QR嘛 路來掃描一下 要了解我們這個PTPA的課程 課程 一筆的課程 你自己來 最好帶你的這碗做一個來 因為怎樣呢 你明確 你的這碗不明確 它幫你祝福環流這個環率 路也是對法款 所以呢 要了解 掃描這個QR嘛 來掃描這個課 一筆的課程 劣就明白 怎麼再掃描這個PTPA 跳過啦 好好好 好好好